大家好,我是Mr.敏蘇 今天會是大家講的HKDSC 2018 Mathematics Core People1 Session 82 Question 10 請來右邊的訊息,如果你是新資的話請你Postura裡面 如果是舊月的話,我們可以Go On 好,我們待會看數據的離差量度 就是Dispersion Measurement 我們主要看Interquartile Range和Range的計算 也會看到Bost and Risk Diagram 所以你要知道的就是它是一個形狀的Bost 前後也有了一條線 最短的那兩個就是extreme value 一個是maximum,一個是minimum 我們就是較小的數據的一半 我們就叫做Q1 Q2就是整體數據的一半 也是median,就是中位數 而Q3就是上四份位數 就是較大數據的一半 就是Q3 留意啦 分開了四個的Area 每度都佔25% 好,第一那個 10A 他就給了Intel Quartile Range 不過是Tmix那邊的人 就是A小題那裡 很簡單,就是Q3-Q1 A就會計算是48 而那個 這個計算B 代數B 就需要用Range 最大減最小 最大的數據是B 最小的數據是19 我們計算完之後 B就會是62 好,接著去到10B 10B 他就說我們另外還有一對 Team Y Team Y跟Team X 就是 組成一個Section 就是兩組人 組成在一起 好,首先 就是 不要忘記了 我們計算到最大數據是62 Q3 或者我們叫做Upper Quartile 就是48 好,那 Team Y就是有三個人 而三個人同時都是38歲的 另外還剩下兩個人多少歲呢? 那我們就想了 我們想一個scenario 最小的可能就是 應該就是18歲來的 因為18走到38 剛剛好就是20來的 OK 另一種想法就是 他可能最大的就是58歲來的 那麼留意了 如果是合在一起的話 他就問我們 到底那個Range 是不是沒有改變的呢? 因為經理就宣稱 那個Range 是沒有改變的 即是 Team X跟Team Y 兩組人合起來 那當然沒有可能 因為當你一合起來的時候 整個Section 有一個人在Team Y 有機會是18歲的 所以那個Section的Range 就會是62 最大62 去減18 OK 58 那當然不會影響到最大數據 對吧? 那就是 之前的Range 43 現在的Range 就是44 所以 The Claim is Disagree 經理的宣稱 我們是不同意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白頭公女話當年 2016年 你也看到 玩一下Median 問一些比較有趣的問題 絕對值得大家去看看 OK 2015年 然後牽涉到Median Range 亦都移動過 面 有什麼問題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效果 麻煩你幫我 share出去 這次經文 我又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 教到你少少的知識神 卻教你的生命 有緣的在樓下市 大家在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